花蓮這名69歲的李姓婦人 她是收容了九個孩子 當中最小的三歲 最大的27歲 而如今是有愛心團體 找上門來捐贈物資 這是付出所我們 透過一些小物資來幫忙 謝謝你 非常 真的很感謝 深心團體帶著愛心物資上門 關心著居住在鐵皮屋裡的 九個孩子 平日照顧他們的 就是69歲的婦人李月霞 這一路走來真的很不簡單 李月霞收容了九個孩子 最小的只有三歲 還有國小 國中 最大的則是一對27歲的雙胞胎 無家可貴的他們 容身之處 就在這不到20坪大小的鐵皮屋 她更多的愛情愛她 我都用這種方法 對 那他們主動就 自己很喜歡讀書 很醜 都很乖 都很乖 鐵皮屋就會在花蓮市北冰街的 國有地上 土地是向政府承租 隨時都可能被拆掉收回 李月霞咬著牙 靠著在小吃店打工為生 辛苦拉拔九個孩子成長 把愛傳遞出去 那希望讓更多人可以來一起做公益 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丈夫早年過世 留下李月霞獨自一人 撐起這個家真的很不容易 還好有公益團體伸出援手 證實得以渡過難關 未來也期盼外界有餘力的人 能夠處理協助 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條件 記者 中文報導